中国的威廉王子跟凯特世纪婚礼才风光落幕啊 是不是对新人要去度蜜月了呢 没时间 才新婚四天的威廉 已经回到皇家空军救难队的工作开始啊 这个返回他的岗位了啊 两个人先让这个媒体也冷静一下啦 现在出去度蜜月肯定被媒体死追活追 查尔斯漫步下车 向民众挥手之一 这是近2007年以后 查尔斯再度踏上美国土地 星期三还将会会见美国总统欧巴马 世纪婚礼后 皇室成员一刻也嫌不得 就连刚完婚的威廉 新婚才四天就返回皇家空军救难队的工作岗位 至于凯特则忙着布置家具 尽管两人何时灭月还没有人知道 不过皇室方面已经确认威廉夫妇将在6月30号出访加拿大 这也将是两人婚后首度以伯爵与伯爵夫人的身份代表皇室两项 皇室的世纪婚礼风光落幕 威廉及凯特的表现获得外界一致的好评 不过另一个皇室成员 威廉的堂妹 碧翠四公主所戴的帽子 却在网路上掀起一阵讨论 甚至还有网友在脸书上为夸张的帽子设立专属的网页 吸引超过12万的网友点阅 更制造了许多电脑合成的枯手照片搞笑 只能说网友的创造力实在是十足 中天新闻 宝宇超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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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